张义是一个很讨厌麻烦的人 他并不希望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境地 所以他虽然对神秘的雪域高原很好奇 但也不会轻易前往 三番两次的秘境经历 让他对于那些未知的事物充满了敬畏 除非是低风险 高收益的事情 他才会兴致勃勃地参与 于是张义让杨欣欣负责研究雪域高原的人文历史 好提前做准备 不过有一点 雪域高原的确比起其他大区都存在巨大的优势 那就是雪域高原的神秘学文明 传承得比较完善 虽然其中夹杂着许多混乱的传说与神话 但是包丝抽检依旧可以获取大量有用的信息 而其他区域的历史资料 尤其是神秘学的部分 大部分都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间段被复制一句 第二天 张义就准备回江南去了 上午的时候 帕吉格桑再次派人前来 邀请张义单独过去 想要聊些什么 张义文言微微勾起嘴角 他知道 这一次帕吉格桑终于要谈正事了 张义点头答应 随即跟随侍女一同去了帕吉格桑的住所 帕吉格桑平退了左右 只留张义个人与他一同留在屋中 索朗德吉带领一众心腹侍卫 谨慎地守在庭院的各个方位 和房子保持二十米开外的距离 确保不会有任何人靠近此地 帕吉格桑对张义简单客套了两句之后 便意味深长地望向他 询问道 混沌阁下 我赠予您的那份经卷 不知道您可曾看过了 张义点了点头 已经看完了 帕吉吐斯 不知道你到底有什么想法 我这个人不喜欢绕弯子 有话你最好直说 帕吉格桑深邃的一笑 他坐在沙发上 张义坐在他的侧面 我有一个问题 要先请教您一番 你作为华须国有数的伊普西龙级艺人 能否告诉我 成为伊普西龙级艺人有极重途径 张义文言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我所知道的途径有两种 第一 天生拥有才能的天赋者 得到足够的资源之后 就会自然拥有伊普西龙级的战力 这些人是天生的伊普西龙艺人 所欠缺的只是培养 第二 就是顶尖德尔塔吉的艺人 在得到神之源类的物质以后 突破了基因所的限制 然后再得到足够的资源培养 晋升伊普西龙 张义的右手 敲了敲沙发扶手 眼帘低垂 我还听说过第三种 那就是西南大区的那位藏主 据说他是天生的伊普西龙 末世之后 不久就成为了西南大区的第一强者 帕吉格桑所想要说的 大概就是这个 这一点 张义听邓神通说过 可是谁都不清楚 原理是什么 大概是末世之后 人们经历了太多光怪陆离的事情 早就麻木了 帕吉格桑点了点头 没想到混沌先生 竟然有如此丰富的情报来源 对于我西南大区的藏主也有所了解 不过藏主的晋升 可比你想象之中的更加匪夷所思 堪称是真真正正的神迹 张义目光灼灼地盯着帕吉格桑 帕吉吐斯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帕吉格桑深吸了一口气 阁下请稍安勿躁 这件事情我相信 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他的眼神带着一些追忆 开始对张义讲述起末世之后 西南大区的一些状况 如同外界传闻的那样 每一代师陀领主元祭之前 都会留下一照 为自己的转世之身指明方向 往往在其死后不到十年间 血域高原便会出现一位少年 生而知之 能够背诵数千万字的格萨尔王传 发现了这位转世身之后 还不能称其为藏主 必须得由桑加斯大喇嘛赤巴 亲自将其带回 然后经过灌顶仪式 才能正式授予其转世藏主的身份 张义好奇地问道 灌顶 帕吉格桑点了点头 赤巴会在诸多得道高僧 以及四家吐司见证下 将其引入桑加斯的大日殿 进行灌顶仪式 经由3600道转经筒转动轮回 唤醒其往西神性 张义听得一头雾水 他对于宗教学不是非常了解 能不能严谨一概先 我对血域高原的宗教文化 可不太懂 张义笑着说道 帕吉格桑顿了顿 无奈地一笑 好吧 那我就长话短说 冰封世界的那一天起 血域高原迎来了巨大的灾荒 无数血域子民死于寒风之中 而作为密宗护法神的师陀领主 便向诸天佛陀祈祷 他穿着粗布衣服 裸露身躯 披发赤足 沿着大雪山磕长头 又亲自转动桑加斯 3600道转经筒 求佛陀庇佑众人 年轻的时候 我接受过西方的教育 不怕混沌阁下笑话 我虽然是血域高原的吐司 但对于宗教信仰 我的内心并不够虔诚 帕吉格桑有些惭愧地笑道 藏主的做法 虽然令人感动 但是当初我并不相信 会有什么神迹出现 但是 他话风一转 眼神都变得虔诚了起来 在他磕长头 匍匐在山路祷告 于桑加斯大日殿 向诸天佛陀 菩萨祈祷的那一日 我们都见证了神迹 他的声音带着无比 的虔诚 就连他那张肥胖的脸上 仿佛都弥漫起一层宝光 沉寂多年的大雪山 在午夜 绽放出璀璨的佛光 我看到了桑加斯 升腾而起的漫天云霞 和站立在云霞当中 如同神佛一般的藏主 他拥有了超凡绝伦的力量 甚至挥手 便驱散了漫天的风雪 张义沉默不语 默默地听着 帕吉格桑讲述的这个故事 这简直难以让人相信 完全是智怪小说当中的传闻 可是帕吉格桑本人 说出这番话 却又让人不得不信 你的意思是说 神佛庇佑了他 又或者 他本身就是神佛 真的是那轮回往生的 师陀领主 张义盯着他 缓缓地询问吧 帕吉格桑点了点头 是 在过去 我也不相信这些 即便从小到大 我都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 可现在 我却对此深信不疑 而且 在我们古老相传的经卷当中 还有着这样的记载 当代表光明与正义的 格萨尔王回归的时候 也就是魔国重现人间的时候 大雪山将崩塌 魔国的封印松动 恶难会从深渊当中 侵袭向世间 世界也将进入新的轮回 张义是一个 很讨厌麻烦的人 他并不希望 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境地 所以他 虽然对神秘的雪域高原 很好奇 但也不会轻易前往 三番两次的秘境经历 让他对于那些未知的事物 充满了敬畏 除非 是低风险 高收益的事情 他才会兴致勃勃地参与 于是 张义让杨欣欣 负责研究雪域高原的人文历史 好提前做准备 不过 有一点 雪域高原的确比起其他大区 都存在巨大的优势 那就是 雪域高原的神秘学文明 传承得比较完善 虽然其中夹杂着许多 混乱的传说与神话 但是包丝抽检 依旧可以获取大量有用的信息 而其他区域的历史资料 尤其是神秘学的部分 大部分都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间段 被复制一句 第二天 张义就准备回江南去了 上午的时候 帕吉格桑再次派人前来 邀请张义单独过去 想要聊些什么 张义文言 微微勾起嘴角 他知道 这一次 帕吉格桑终于要谈正事了 张义点头答应 随即跟随侍女 一同去了帕吉格桑的住所 帕吉格桑平退了左右 只留张义个人 与他一同留在屋中 索朗德吉带领一众心腹侍卫 谨慎地守在庭院的各个方位 和房子保持20米开外的距离 确保不会有任何人靠近此地 帕吉格桑对张义简单客套了两句之后 便意味深长地望向他 询问道 混沌阁下 我赠予您的那份经卷 不知道您可曾看过了 张义点了点头 已经看完了 帕吉吐司 不知道你到底有什么想法 我这个人不喜欢绕弯子 有话你最好直说 帕吉格桑深邃地一笑 他坐在沙发上 张义坐在他的侧面 我有一个问题 要先请教您一番 你作为华须国有数的 伊普希隆级艺人 能否告诉我 成为伊普希隆级艺人 有几种途径 张义文言 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我所知道的途径有两种 第一 天生拥有才能的天赋者 得到足够的资源之后 就会自然拥有 伊普希隆级的战力 这些人是天生的 伊普希隆艺人 所欠缺的只是培养 第二 就是顶尖德尔塔级的艺人 在得到神之源类的物质以后 突破了基因所的限制 然后再得到足够的资源培养 晋升伊普希隆 张义的右手 敲了敲沙发扶手 眼帘低垂 我还听说过第三种 那就是西南大区的那位藏主 据说他是天生的伊普希隆 末世之后 不久就成为了西南大区的第一强者 帕吉格桑所想要说的 大概就是这个 这一点张义听邓神通说过 可是谁都不清楚原理是什么 大概是末世之后 人们经历了太多光怪陆离的事情 早就麻木了 帕吉格桑点了点头 没想到混沌先生 竟然有如此丰富的情报来源 对于我西南大区的藏主 也有所了解 不过藏主的晋升 可比你想象之中的 更加匪夷所思 堪称是真真正正的神迹 张义目光灼灼地盯着帕吉格桑 帕吉格桑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帕吉格桑深吸了一口气 阁下请稍安勿躁 这件事情我相信 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他的眼神带着一些追忆 开始对张义讲述起末世之后 西南大区的一些状况 如同外界传闻的那样 每一代师陀领主元祭之前 都会留下一照 为自己的转世之身 指名方向 往往在其死后不到十年间 血域高原便会出现一位少年 生而知之 能够背诵数千万字的 格萨尔王传 发现了这位转世身之后 还不能称其为藏主 必须得由桑加寺大喇嘛赤巴 亲自将其带回 然后经过灌顶仪式 才能正式授予其 转世藏主的身份 张义好奇地问道 灌顶 帕吉格桑点了点头 赤巴会在诸多得到高僧 以及四家吐司见证下 将其引入桑加寺的大日殿 进行灌顶仪式 经由三千六百道 转金桶转动轮回 唤醒其往西神性 张义听得一头雾水 他对于宗教学 不是非常了解 能不能严谨一概先 我对血域高原的宗教文化 可不太懂 张义笑着说道 他吉格桑顿了顿 无奈地一笑 好吧 那我就长话短说 冰封世界的那一天起 血域高原迎来了巨大的灾荒 无数血域子民 死于寒风之中 而作为密宗护法神的 师陀领主 便向诸天佛陀祈祷 他穿着粗布衣服 裸露身躯 披发赤足 沿着大雪山 磕长头 又亲自转动桑加寺 三千六百道转金桶 求佛陀庇佑众人 年轻的时候 我接受过西方的教育 不怕混沌阁下笑话 我虽然是血域高原的吐司 但对于宗教信仰 我的内心并不够虔诚 帕吉格桑有些惭愧地笑道 藏主的做法 虽然令人感动 但是当初我并不相信 会有什么神迹出现 但是 他画风一转 眼神都变得虔诚了起来 在他磕长头 匍匐在山路祷告 于桑加寺大日殿 向诸天佛陀 菩萨祈祷的那一日 我们都见证了神迹 他的声音带着无比 的虔诚 就连他那张肥胖的脸上 仿佛都弥漫起一层宝光 沉寂多年的大雪山 在午夜绽放出璀璨的佛光 我看到了桑加寺 升腾而起的漫天云霞 和站立在云霞当中 如同神佛一般的藏主 他拥有了超凡绝伦的力量 甚至挥手 便驱散了漫天的风雪 张义沉默不语 默默地听着 帕吉格桑讲述的这个故事 这简直难以让人相信 完全是 智怪小说当中的传闻 可是帕吉格桑 本人说出这番话 却又让人不得不信 你的意思是说 神佛庇佑了他 又或者 他本身就是神佛 真的是那轮回往生的 师陀领主 张义盯着他 缓缓地询问道 帕吉格桑点了点头 是 在过去 我也不相信这些 即便从小到大 我都是 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 可现在 我却对此深信不疑 而且 在我们古老相传的经卷当中 还有着这样的记载 当代表光明与正义的 格萨尔王回归的时候 也就是魔国重现人间的时候 大雪山将崩塌 魔国的封印松动 恶难会从深渊当中 侵袭向世间 世界也将进入新的轮回